大家,接著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阿里山1900 日治時期因為日本人的統治,整個台灣社會開始了許多建設 也有很多神社的設立 這些建築所使用的木材,都為阿里山上午下運送建材 阿里山1900作品,鐵路與運送木材等火車將原始的森林大肆破壞 《紅天驢》他以鄭著名的留白手法表達大自然被人為破壞有機物件的介入等 畫面中,我們可以看到完全白色的味道,白色光芒的鐵片 與砍伐後要御下山的木材,帶有一種詭異的藍白紫色調 對照上一幅畫是不是差距很大呢? 接著我們看下一幅作品,看看發生了什麼事,謝謝大家!